我們來討論這個一圓二次方程式 我們先看什麼是一圓二次方程式 就是說一個數學式裡面有一個等號 那我們叫方程式 然後這個式子裡面只有一個變數 那我們叫一圓 如果這個變數的最高次數是兩次的話 那我們就稱為這個方程式 它是一個一圓二次方程式 那通常一個一圓二次方程式的話 我經過整理以後的話 一定可以寫成這種標準式 就是說 AX平方 加上BX 加上C等於0 也就是說 我這個多項式的話 經過同類項合併以後 因為它最高次數是兩次 我把兩次的通合併 把一次的通合併 把長數通合併 合併完以後就會 就會形成這種樣子 有一個等號等於0 那這個就是一個標準的一圓二次方程式 那方程式的解就是說 我經過一些方法 一些方法的話 算不算可以算到X等於某個東西的時候 等於某一個數 算到最後可以得到X等於某個數的話 那我們就稱為 這個數是它的解 也就是說你把這個數帶進去的話 它一定能夠滿足這個等號 X帶進去的話 最後這個一定會等於 那這個我們就稱為是它的解 那方程式的解法怎麼解 這個是二元的吧 所以一般的二元的話 最多它會有兩個 就是說我們講的是十數解 它十數解的話 它的話 如果也有包括複數解的話 那麼它一定有兩個解 有時候會重根 也就是說有時候這兩個解會一樣 那當然是包括複數解 也就是說 一個呢 一元二次方程式 它一定會有兩個解 好 那我們如何解這個一元二次方程式呢 我們有以下的解法 第一個解法就是說 因式分解 因式分解的話就是說 我把這個多項式的話 我給它因式分解 也就是說 我如果把它能夠寫成這種形式 把係數A抽出來 x減掉α 乘以x減掉β的話 這個等於0 那我就得到什麼呢 得到x等於α 你把α帶進去 這個會等於0 代表帶進這裡 α帶進這裡會等於0 所以α是它的一個解 或是說它的一個根 或者呢 或用這個符號 或者β 或者β帶進這裡會等於0 這個 這個式子 是由這個因式分解來的 代入這個式子 就等於代入這個式子 β帶進去也等於0 那我們就說β也是它的一個解 好 那我如何現在 這個方法就是因式分解王 那現在問題是說 用講的比較簡單 我如何做到能夠把它因式分解 那因式分解的話呢 有幾種方法 第一個的話就是說 第一個 就是提出公因式 提出公因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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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說 比如說這個東西的話 我就舉個例子 比如說 5x 或是15x 平方 加x 減2 等於0 那我這個如何提出公因式呢 我把這個東西拆成兩項 把這個寫成 5x 6x 減掉5x 好 那這樣的話 我前面這兩項合併 前面這兩項的話 可以抽出3x來 也就是說這個東西 我把因式分解這個式子 這兩個合併的話 可以抽出3x 這抽出3x剩下多少 5x 抽出3x的話是 加2 然後呢 減掉5x 減掉多少 這兩個合併 5x 加2 好 那這樣的話 這兩項 就一個5x 減2 可以抽 我就把5x 減2 給它抽出來 然後呢 抽出來後 這剩下3x 那這是1 減1 好 那這個多項是 二次多項是 就因式分解完了 那這個等於多少 等於0 等於0 等於0的話 兩個四字相乘等於0 代表這個四字等於0 或者這個四字等於0 就得到什麼呢 得到x等於多少 如果這個四字等於0的話 那5x等於2 所以x就等到 等於5分子2 或者是這個等於0 這個等於0的話 這3x等於1 那x等於1 那x的話呢 就等於1 所以就有兩個解 或者說 或者說是兩個根 這個的話呢 什麼呢 是那個分項 分項 就是說 提出公益式 提出公益式的方法 好 那第二種的話呢 就是什麼呢 就是利用乘法公式 利用乘法公式的話 我們就舉個例子 比如說 x平方 減掉這個 這個什麼呢 或是x30方法 減掉4x 那這樣子的話 首先第一步 等於0 那這個多項是我給他因子分解 我先抽出一個x x抽出去以後的話 再用x平方 抽出一個x x平方減掉4 這是多項式因子分解 然後這個的話呢 可以用乘法公式 這個可以看的是2的平方 就a平方-b平方 這是a-b x-2 乘以a加bx加2 好 那這個多項式 就因子分解完了 因子分解完了以後 這個等於0 那等於0的話 這個等於0 或者這個等於0 或者這個等於0 這三個數 其中有一個數等於0的話 那這等號就成0 好 那這樣的話 我們就有三種成 可能情況 就三個- 就是x等於0的話 帶進去 會等於0 就是x等於0 帶進去 會等於0 或者呢 x等於2 你把x等於2帶進去 會等於0 帶2下進去 會等於0 或者呢 x帶多少 帶負2 你把負2帶進去 會等於0 也就是說這個把負2帶進去 會等於0 那這個的話 就有三個- 就是說三個- 這個就好 這個就是利用稱法公式因子分解 或者呢 用什麼呢 用交叉相成 交叉相成的話呢 我們還是呢 以這個例子來做 那交叉相成的話 有兩種 一種的話呢 就是學校教的 以前我們國中老師也是這樣教 這個把它因子分解 可以怎麼 因子分解呢 看起來 好像是3跟5 3515 那這個的話 給它因子分解 2跟1嘛 那中間交叉相呢 加起來是1啊 所以這應該是2 23得6 這是-1 這是正的 這交叉相是6-5 剛好是等於正1嘛 所以這樣我就因子分解完了 因子分解完了 因子分解完了 就是3x-1 那乘以多少 5x加2 這個就因子分解完了 那這個呢 等於0 那等於0的話 這個等於0 或者這個等於0 那你就得到呢 我們剛剛講的那個解 就是x等於5分之2 或者是等於3分之1 這是 這是呢 這個 學校教的那個 交叉相長 還有另外一種交叉相長的話呢 它是怎麼弄 它是這樣弄的 就是說 這個兩個相長的話 是-30 -30 然後的話 我把-30的話 給它因子分解 因子分解成兩個數 這兩個數加起來 等於中間這個數 那30我給它因子分解嘛 就多少呢 就1乘以30 或者是2乘以15 這個都不對啊 這個應該是-30 -30 -30的話 兩個相減的話呢 不會等於1 這也不會等於1 這也不會等於1 或者是 或者是 3乘以多少 3乘以10 兩個相減等於7也不行 或者說 或者呢 6乘以5 6乘以5 這個就可以了啦 6-5的話 剛好呢 是等於呢 剛好是等於1 也就是說 這個是-30 這是-30 -30 -30 是這兩個相乘 等於6乘以多少 6乘以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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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乘以5的話 6乘以5 6乘以5 就是拆成兩個數嘛 這兩個數相加 6乘以5 剛好是等於1 也就是這個 這個是6 加上乘以5 這裡的話 這是6 這個6的話 就等於這兩個相乘 那這裡應該帶多少 這兩個相乘的話呢 是等於這個 這兩個相乘是等於這個 這兩個相乘是等於6 那這6的話 所以這裡應該是填3嘛 為什麼這裡填3 為什麼不填2 因為這兩個相乘是15 這15的話呢 它沒有什麼 沒有那個2的因素 這是2 這6的話是3乘2 然後呢 這個的話 這5的-5在這裡 6在這裡 然後-5在這裡 -5的話是這兩個相乘 那這應該吧 應該是3乘5是15嘛 3乘5是15嘛 所以是正5 那這裡就是-1 -1乘以2的話就是-2 然後呢 然後呢 我就給它 這個就因素分解完 因素分解完 因素分解完等於多少呢 因素分解完就是3x 減掉多少呢 減掉1啊 那乘以多少呢 5x加2 5x加2 這樣來的 好 那為什麼呢 這樣做 理由是這樣子 理由 理由呢 理由呢 這個15是怎麼來的 是等於這兩個相乘的 也就是說呢 我一個一般式嘛 就ax 就我這個式子 這個2次呢 多項式的話 因素分解成 a x加b 乘以cx加d 那我們看的話 我把它給 拆開來 就得到 得到 acx 加上 b c加上d bc加ad ad x 再加上bd 好 那這個 這項怎麼來的 這項就是等於這兩項相乘的 也就是說 交叉的 中間這個 實際上是多少呢 實際上是abcd 啊 中間這個什麼呢 中間呢 是等於這個數 拆成兩個數 就是bc嘛 加上ad嘛 然後的話 這個就是bc 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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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算是ac 沒有 bc加ad 這個 對啦 這個 這個是bc b是這兩個相乘 那這是ab 好 那我們曉得說 那這個呢 等於這個 這個是c 這是b c乘b是這個 啊 因為這裡是ac嘛 所以這裡是a 啊 這個a的話 這裡就是d 它重點在哪裡呢 重點是說 這個數啊 我們要從這裡的話 因式分解成這個 這個時候的話呢 中間這兩個數把它相乘起來 是這個 那你把什麼呢 把這兩個數相乘以後 要把它拆開 拆成兩個數 這兩個數加起來 要等於中間這個 那這樣的話 我們就可以因式分解 那這個方法呢 有個好處就是說 比較不是用看的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把它乘起來以後的話 我們是假 假設 它可以整係數因式分解 既然可以整係數因式分解的話 那我乘起來以後 那乘起來的話 比如說這是30 30我就可以慢慢怎麼呢 慢慢分 慢慢因式分解 對 對 對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